大家好,我是Jeder 今天呢,我们要在全加拿大最小的Airbnb 一个卡在悬崖上的小盒子 待24个小时 so,we're going to be here for the next 24 hours ok,so,吃喝都有了,人也齐了 那我们的24个小时,现在开始 Let's go Alright,first things first 我们有这么多时间 那我们直接从Room Tour开始吧 这边是我们的nice风景 山景在这边 你还可以在那边看到一点湖景 其实还挺大的这个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1米5的窗 你看,我是1米7 我躺在这里,证明它应该是1米5的窗 那你觉得到那边躺在多少 50公分2米5吧 这个方向其实会短一些 这个最多一个2米吧 哇,挺bouncy的 对,挺好的 晒阳光 感觉这个房间里面不是特别的暖 就是过那个线 对 其实会很冷 我很不喜欢阳光的一个人 我都在这个里面 床下面呢 其实有个很大的出物空间 床 床边有个小的床头柜 床头柜呢 他们都提供了灯 还有两个flashlight 这边有个小candle 还有两个酒杯 and 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这边没有灯对吧 我发现这个 亮了耶 晚上应该会更明显一点 上面呢 有一个可以挂衣服的地方 这个高度什么的 还挺好的 现在呢我们要介绍一下这边的设计 墙你看到了 是木头对吧 右边这边也是木头 那边玻璃对吧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后面是石头 这边是没有墙的 他们就是把这个石头弄成墙 这边 还有这边是没有封死的 他们在这边架了纱窗 所以虫子什么的不会飞进来的 它为什么那样设计的呢 是因为这边的玻璃是打不开的 还是要用这个方式来透透风 我们的room tour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发现了三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间没有电的 我们无法充手机或者电脑什么的 任何电子设备都没办法充 不过这里是有信号的 这个还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这个位置 其实不算是like middle of nowhere 虽然我们是在大自然里面 but 其实下面这边是有个城市叫Pentectin 第二个就是我们没办法在这个空间做饭 不过我们来之前大概是知道这个的 所以我们就带了很多吃的 第三个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我们这个空间是没有厕所的 bro 没有厕所 你还行吗 我暂时还不需要厕所 还可以撑一会儿 那我们就到时候再说吧 所以我们这个的room tour就结束了 好 好了 它是午餐 其实也没有别的地方坐 所以只能坐在床上吃饭 因为刚刚说了就没有做饭的地方 在这个空间里 所以我们提前买了subway 干杯 我们现在的东西 活着 真的 味道 用最多的 使用最多的 用最多的 用最多的 就是 在这边 都活着 整个 这样用的有点快 还有我的电量也用的有点快 可能要停一下 so现在呢 我有一点需要上个厕所 喝完就用这个是吧 好谢谢 这个房间虽然没有厕所 如果往那边15米 其实就有一个outhouse 要不然用那个 因为在瓶子里有点不文雅 yeah and我在就是like门口 就是不出去可能也不太好 那就这样吧 除了我去like上个厕所以外 就还是要在这边带着 对吧 你要这么理解 因为那个厕所相当于是这个 LBN的配套 所以他们俩实际上是一起的 好 ok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旁边的这个厕所 其实比我想象的好很多 好 好 我回来 因为我们在这边要就是待24个小时嘛 我觉得不能就全程在坐着 还是要做一点运动 我已经累了 怎么办 我还有个问题啊 我不能到一个流汗的程度 因为我们没办法洗澡呀 别吵架 可快继续 我都感觉到床在抖 你是不是太虚了 床在抖 guys我们有新的客人了 Jordie 我突然吗 突然我们就有猫了吗 这边Airbnb的老板 他就跟我们说 他其实比较像这个狗 你在吗 他就是会跑来跑去 就这边 都是他的地盘 bro 你为什么没有早点来啊 我们在这边 等你等了好久啊 刚看到他就是走过去了 然后就打开门 你怎么在这里啊 要干嘛 你想出去是吧 兄弟你走了吗 还要回来就跟我们说吧 跟我们敲个门 大家看一下 我们都带了什么吃的 Nachos So yummy 然后我们还有 Sauce 其实我们还有准备黄瓜 但突然想到黄瓜没有洗 Yeah 我们其实准备了很多 没有完整的准备 我们感觉像在床上野餐 你看就是这样的效果 但是我不要这种圣诞节的那种感觉 这个也蹦迪了 OK 这样可以 All right So 之前不是说有这两杯吗 我们要用上它了 哦 这是我们的白葡萄酒 在一个塑料袋里面 下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是你把这个拉下来 好像就可以开始喝了 就可以了吗 这样 就可以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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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OK 那是很多 Cheers 我喜欢 我还挺喜欢 挺酸的 很酸 我们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里面的城市 城市夜景 我觉得今天还挺成功的 就待在这边还蛮舒服的 不过晚上现在开始有点冷 Yeah 我有点担心晚上睡觉会冷的 因为那边通风有点太好了 我都可以感觉到 like 风对吧 Yeah a breeze 对 还有虫子的声音 All right guys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我 That's it for today 我们要睡了 Good night Oh my gosh 有一点冷 啊呦 起来 已经起来了 那应该吃早饭了 早上还挺冷的 但被子还是挺暖和的 OK 起来吃早饭了 早餐吗 早餐就是麦片和bananas Perfect 怎么样 感觉很健康 没有banana吗 他们暂时不要 我们的24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觉得这边还挺like cozy 然后床啊 就整个就是like条件 我觉得都挺好的 但如果你坐一个24个小时 就待在这边 那可能会有一点 离谱 正常人不会像你这样来 人家正常人都是来这个城市玩 然后住在这边 因为夏山也很方便 这边离山下大概10分钟就到城里了 就非常方便 I would actually come back again I think 他唯一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问题 但是就比如说 对于有一些人来说 我觉得早上就有一点了 But other than that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But yeah 我挺喜欢这个小盒子 So what do you think 依我这段时间在加拿大 待下来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夏天过来 我觉得8月份可能是最好的 因为这边的气候都是早晚 温差特别大 所以像先到现在这个季节 你来的话 其实白天有阳光的时候还好 但是没有阳光的地方 就稍微有一点冷 我是觉得这边还蛮好的 虽然说它周围的这个树 就是长得比较野生 就也不是那种什么 非常精致的景观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会感觉在这个地方 很贴近大自然 然后就是解压 如果说偶尔到这边来住一两晚上 还是蛮好的 感觉你就想什么都不做 就想靠在床上 然后看看床外 一会儿有个鸟 一会儿有个虫子 都还挺好 我们的24个小时挑战 差不多结束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个赞 关注 还有转发 下次见吧 Peace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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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